第1次打游戏到关键前还是关键后 关键前一天晚上 关键后吧 关键前一天晚上 反正就那段时间 就那两天 就那几天 第1次打游戏我们两人还弄得很有仪式感 他提前一天通知我 明天你必须跟我打游戏 我什么都会准备好 你明天给我打游戏 我当心老害怕了 明天打游戏啊 我当心很害怕 我现在每天在数着日子 他直接跟我说 明天你必须跟我打游戏 我要把东西都准备好了 然后他提前去问他朋友 问朋友要那些需要的东西 问朋友要好 然后摆在床头 摆在床头 我当心洗完澡 一床头 给我看了 我都害怕死了 床头摆在瓶瓶罐罐 奇怪怪的东西 然后说 今天必须跟我打游戏 然后我一睡觉 我在那里睡觉 打游戏 一睡觉就开始打游戏 我们两个就在打游戏 然后他又教我打游戏 那就教我打游戏 然后就第一次 很奇妙吧 后面就开始 慢慢的就觉得还好了 慢慢就觉得还好了 觉得还是挺美妙的 对 现在是美妙吗 你现在 你现在是每天 你美妙呢 这咋了 你看 你不许打游戏 还是卖萌 穿啥 喝口水 给你喝 为什么我喝水都不行 没了 没喝这个 因为第一次打游戏的时候 我当时很害怕 我们商量很久呢 今天不行 我当时 当时就是老在 老在推脱 老在推脱打游戏这件事情 然后丽舅老师在想打游戏这件事情 我就在推 他就在想 然后后面他有天 他实在不行了 明天必须打游戏 明天也不给我打游戏 你就死定了 我必须要打游戏了 再不打游戏 我受不了了 他又一跟我说 必须打游戏 然后我们就 那又行吧 打游戏吧 那我都瑟瑟发抖 那天 你看都很不适应 第一次 我的第一次 第一次被 想要被哈喽的脚背了 没有啊 现在回忆感觉挺有意思的吧 现在天天都是 天天都是我让他打游戏了 他说现在已经摆脱网瘾了 刚才当时对我确实有瘾吧 有网瘾吧 当时我是没有安全感 我是感觉 你是一定要突破的打游戏 你才是一个真正玩玩 你根本就不是 真正完全的gay了 根本就不是 你是打完游戏之后 你就跟朋友说 我准备 我昨天跟刘兄打游戏了 每个人都说 我昨天跟刘兄打游戏了 对啊 我昨天跟刘兄打游戏了 我昨天跟刘兄打游戏了 对啊 才会把他朋友圈了所有人 第一次打完游戏 我是身边所有人 身边认识的人 你都不知道 我昨天跟刘兄打游戏了 然后下一个 你都不知道 我昨天跟刘兄打游戏了 你都不知道 我昨天跟刘兄打游戏了 哎呀 你知不知道 我昨天跟刘兄干嘛了呀 我昨天跟刘兄打游戏了 跟朋友说了一天 我猜都不用猜 可是身边所有人都知道了 对啊 我还不了解你 是这样的 去宣誓主权 就当时 你这宣誓主权呗 你就 对啊 当时大家都以为 你是你半直不弯的 我要通知他们所有人 什么什么 没有成立成功 完全掰弯 半直不弯 当然是因为 还是挺多人 就是对我有意思的 他只是 成立就想跟朋友说 你他前一周是 你别再跟刘兄 什么奇怪怪想法 他直接已经被 他绝对已经跟我打游戏了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我当时 他绝对已经跟我打游戏了 我当时告诉那么多人 我的意思就是 他现在就是成弯了 啥 你当时他 那种雨漆的炫耀 你都不知道了 他从前跟我打游戏了 你们都 嗯 还是 还是谁看我的 啊 也有这个意思啊 哎 这几个姐都不行 还是谁看我的 我就跟刘兄打游戏了 对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说的没错啊 我还不了解你啊 嗯 你还会跟我打游戏吗 现在我不是那么爱打 我还是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洗衣服的 你都不知道 我第一次打游戏之后 我就感觉我那啥了 我感觉 很奇妙 我身体都 我身体都感觉很奇妙 我就感觉 他长大了 突然一下 好像那天晚上 经历了很多 那天晚上经历了很多 我第二天晚上再回味 那天晚上再经历 真的假的 嗯 我再回味那天晚上再经历 你都不知道我像一个 我像一个就是刚长大的 跟长大的小孩一样 我在那天晚上 你在你在到处炫耀 那我当时 我在回味我的长大 回答我的长大经历 对啊 我当时不是 你看 你拿走了我的第一次打游戏 我小时候本来都不爱打游戏 没什么意义 那是你第一次打游戏 你是不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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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